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我们今天就是开始看几个这个example 那这几个example呢 就是要用到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Laplace Transform的定义 那首先呢 这个第一个example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这个exponential function 指数函数 1 power at 不过呢 这里的这个a呢 我们没有一定限定是时数 没有一定限定是时数 它可能是一个complex number 那么这个example呢 这是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那么1 power at这里的a呢 可以是complex number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说 要证明说呢 这样子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那它是一个在t domain的 比如说time好的 时间 这个一个time domain的一个function 那它的Laplace Transform呢 转到这个Laplace Domain 就是functional s的时候呢 是一个1 over s minus a 就是s减a分之1 这样一个transform 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这个transform的结果 不是always valid 不是always正确的 不是always是converged 它converged的条件 可以收练到这样子一个 plus transform的条件 就是说 这个s的十步 要大于这个a的十步 s的十步要大于a的十步 好 那这样子呢 这个看得简单了 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重要的一个例子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根据呢 它的这个Laplace Transform的基本定义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Laplace Transform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这个把f of t呢 做这样子的 integral的变换 对不对 那这个E是呢 这是exponential function 指数函数 那这里的这个example的这个例子呢 这个就是f of t呢 是e power at e power at 好 那 这个因为大家都是指数函数 这两个 e power at 跟这个我们的Laplace Transform的这一个 kernel function e power minus st呢 一样都是指数型的那种 这一种那种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呢 把它很容易的呢 两个相乘就相当于它们的这个指数呢 做加减而已 所以你把它的这个指数的部分呢 把它这个并起来 可以写这样 是不是 那写成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先呢 把它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可以很容易的积出它的Close Form 你先把它的这个Close Form的这个积分呢 积分的这个方形呢 把它写出来 是e power minus 括号的s minus a times t over minus括号s minus a 是不是 这样子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 如果说是不定积分的话 就是这样子一个 这个一个form 可是呢 现在有个积分上下线 0无限大 0无限大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无限大的部分 无限大的部分呢 我要现在就知道 这个积分的这个Low Limit Upper Limit 是要带到哪里去 要带到t里面去 不是带到s哦 不用搞 不能搞错 那个事实上 这个Infinity 还有这个Zero 是要带到t里面来 好 那么 这个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呢 的e power minus 这个s minus a times t呢 当这个t呢 很大的时候呢 它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什么 好 好 那这个事实上 这个 真正这个有 有关系的事实上 是它的什么 事实上是它的实步 对不对 好 这e power minus s minus a 好 这是我们现在要看的 这个 这个 就是 exponential function 好 那么这个呢 可以写成呢 如果说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写成呢 它的这个 就是 好 假设呢 这个部分 好 这个部分好了 好 这个s 好 s-a呢 你把它认成呢 是一个sigma 加上了i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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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写成这样 好 那么事实上呢 好 这个 呃 exponential function 呢 好 它现在呢 这个是sigma 加上i Omega的话 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就变成 e power呢 minus sigma plus i Omega T的呢 好 呀 那 这个呢 好 这个 呃 可以呢 把它 分开成呢 e power minus sigma T呢 times e power minus i Omega T 是不是 那我们上回呢 提到说 事实上呢 会影响到它的magnitude 它的大小是 这个部分 对不对 这个部分 不会影响 是不是 因为它的绝对值是 os 是1的 好 因为摆这个 oiless formula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 cosine Omega T plus i Sine Omega T 对不对 好 现在有个负号的话 这个加号就变减了 好 变减 是不是 好 不管是加减 好 这个事实上你取它的绝对值 事实上都是等于1的 是不是 事实上都等于1的 所以真正matters 好 这个有 有影响的 事实上是 这个部分 尤其是这个参数 sigma 这个sigma sigma是什么 sigma就是 real part real part of刚才这个东西 real part of这个 这个 就是 s呢 减掉a 是不是 sigma是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看到呢 这个 这个如果说 我们现在呢 这个 s减a 这个real part 也就这里这个sigma 这个sigma呢 如果让它大于0的话 是一个正数 就是它的十步 s减a 有关系也是十步嘛 我们刚才讲说虚步没有关系的啦 它不会影响大小 好 这个会趋近于0 为什么 因为前面的这个部分 前面的这个部分 e power e power sigma minus sigma t这个部分 当t够大的时候 它会decay到非常非常小嘛 是不是 非常非常小 所以 结论就是说 这个 t呢 approach infinity t很大的时候呢 这个带进来 这个 这个 这个结果 它事实上是等于0的 事实上是等于0 那至于另外一个下限 这个 0带进来呢 0带进来的话 那个e power 这个t变0的话 这是e power的0次方 事实上是1 对不对 事实上是1 所以那个变成什么 刚才infinity是0 上限带进来是0 减掉呢 一个什么 这个是 负的 s-a分之 这个什么 e power的0次方 e power的0次方 就是1嘛 是不是 那负负得正了 所以这个最后结果的 s-1 分之1 分之1 是不是 对 s-a分之1 就变成这样 所以呢 从这里你看到 就是说 我们这个fluss transform 它要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不是毫无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说什么 我们这个real part s-a要大于0 或者换言之 就是s的十步 要大于a的十步才行 s的十步要大于a的十步 也就是说 如果你画一个图的话 你画一个图的话 你可以呢 把这个real part of s imaginal part of s 把这个叫做laplus plane 或是叫s plane s平面 十步当横轴 虚步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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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歪轴 当这个纵轴 当纵轴 OK 那你就看一下呢 你那个a的十步就好 那a可能是一个complex number 但是你可以不管它的虚步 你看到十步 它在哪里 譬如说 那个a 譬如说在这里好了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标在这个s plane 这个负数平面上面 它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会发现说 我们以这个 这个打叉叉 这个a 这个是a 这是a 然后以这个呢 画一条垂直线 它的整个呢 右手边 整个这个右手边 我画斜线 黄色斜线的这个部分 整个右手边呢 是让呢 那个laplus transform 可以收敛的范围 的范围 好吧 的范围 所以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整个黄色的这个东西 黄色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也另外一个名字呢 这个叫做呢 这黄色的这个 这个叫做呢 Region of Convergence 或是你缩写啊 这个ROC也可以啦 跟我们这个中华民国 缩写一样 ROC Region of Convergence 可以收敛的这个区域 可以收敛的区域 好吧 所以 这个 这个laplus transform 事实上的严谨的来讲的话 它不是always呢 是正确的 它要附带一个收敛的条件在那里 好吧 收敛的条件在那里 对这种 我们这种的laplus transform 是单边的 我们上次讲它是单边的 为什么 我们都从零开始 零基分基带无限大 这种单边的它的ROC呢 通常是一个垂直线的 垂直线的 右半平面 垂直线的 右半平面 还有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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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例子 又看到一件事情 你这个收敛的这个区域 这样子 这个收敛的区域 你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 这个 它是一个 像一个 这个 右半平面的这种区域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右半平面的这个区域 这个 左边这个 boundary 这个边界 刚好在哪里 刚好切到这个 这个 A这个点 对不对 切到A这个点 但是不能包含那个点 对不对 这整个收敛的区域呢 刚好是切到它 但是不包含 这个 我用这个 虚线画的这个垂直线 不包含这一条线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也告诉你 laplus transform的这个ROC 它的这个边界 尤其是左边的这个边界 会被这个什么 被这个A切到 那事实上这个可以把它 这个观念 可以把它generalize到 我们以后呢 要check 我们这个 laplus transform的收敛区域 可以怎么check 我们不必去带我们 先前讲到 讲的那个是什么 Apsis are convergence 就是那个收敛横走 我们不需要去找那个什么 一个exponent function 去bound它 那这样子 去找它的什么 这greatest lower bound 那那个exponent function 无限多种 对不对 你要找到刚好切到它的 这个比较难做 比较好做的 比较好做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可以呢 先把它laplus transform 先求出来 然后怎么样呢 在很多状况之下 这个laplus transform的这个结果 这个laplus transform 通常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rational function 什么叫rational function 有理分式 这个有理函数 有理函数 什么是rational function 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写成呢 这个分子分母 这个d呢代表分母 我们叫做denominator 然后这个n呢代表分子 就是numerate 分子分母的形式 而且分子分母都是什么 分子分母都是polynomial polynomial就是什么 多项式 这个n 这个分子 d ofs 它的function s 它们都是什么polynomial 都是多项式 多项式 这个 这个 多项式 它的分子 我们先讲分子好了 n 这个n等于0 这个equation n等于0 这个equation 它的root 它的根呢 我们通常叫做zeros zeros 为什么是zeros呢 因为呢 这个根怎么样 带进去这个f of s 会让整个值 因为它是分子的0 所以会让这个f of s 变成0 所以它是要是zeros 好我们叫0点 中我们叫0点 好吗 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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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另外一方面 这个分母的多项式等于0 分母的多项式等于0 当然也可以找到它的root 对不对 它可能会找到 譬如说real的root 或是complex的root whatever 反正n次的多项式 你最好n个root 对不对 也有可能是double root 从根之类的 anyway 这些root呢 怎么样 它呢 带进来这里 会让f of s 怎么样 分母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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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这个f of s 是一种 至少magnitude 可能会变成正乎无限大 magnitude变成无限大 所以 这种点呢 我们通常在控制上面呢 或是信号系统的理论里面呢 我们把它叫做pulse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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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呢 我们叫做极点 这个叫极点 所以 从这个laplus transform的结果 你可以看到极零点 事实上在你们三年级 会去修像说自动控制 你会看到极零点 事实上可以预测 这个系统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stability等等 这是 这个稳定性的问题 好 anyway 这个 yeah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这里 对于这样子一个例子 我们也得到了一个 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 我们刚才讲说 这个ROC是这样子 这个ROC 这个收链的这个区域 regional convergence 是刚好怎么样 这个boundary 是刚好是切到 它的这个pulse 如果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这么一个pulse 这个问题的pulse 就是在a 对不对 分母 分母那个多向式的根 分母现在只有s-a 当然它的根就是a 是不是 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pulse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 譬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可以这里再画个图 譬如说我们这个 这也好几个 这个也是real的s 这个是imaginary的 这个s 这个s-plan 我们有好几个 这个 譬如这里一个我打的xx 通常呢 这个pulse都用xx来表示 0用圈圈来表示 好 那但跟ROC有关系的只有pulse 0是跟我们讨论没有关系 那我再给他一个好了 譬如说这里还有一个好了 好了 譬如说我们 这个现在有个问题 你把它的f of s呢 找出来了 就是la plus transforme找出来 然后你看看它的分母的根 结果你那些根呢 也就是所谓的pulse呢 标在复数平面上是 成这样的一个分布的话 那那个ROC在哪里 那ROC一定是怎么样 切到它这些pulse里面 最右边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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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这个 这个 所以它的ROC一定是在这种范围 它不会到这里 也不会到这里 为什么 因为整个regional convergence 这个右半平面 整个里面是不能有singularity的 不能有pulse的 不能有pulse 不能有任何一点是失效的 不能有任何一点 让它无法converge的 在这bundary 整个右边都是非常 这个 这个 Ware post 非常的这个 就是说 它这是可以 这个 让这个lapflot transform 收敛的区域 所以它不会有pulse 所以只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这ROC 怎么样 会切到最右边的一个pulse 最右边的一个pulse 好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 由这个 有点好像是后见之明 先把lapflot transform找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样子一个 这个lapflot transform它的极零点 尤其是那极点 pulse的分布 我们就可以断定说 这个正确lapflot transform的 这个收敛的区域在哪里 好吧 好 那同样这个例子 我这里画个图 就是说 这个 所以呢我们看到 1 power a t 它的lapflot transform 就是1 over s-a 以后呢你就要看到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同样一件事情的 两种描述而已 只是一个是在t斗面描述 另外一个是在s斗面描述 这样子形成一个什么 所谓的lapflot transform pair lapflot transform的pair 这是一个lapflot transform pair 它等于是一种 一个东西的两种表示法而已 你看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e power a t 它的lapflot transform 是1 over s-a 那反过来 你也要知道 你如果看到一个lapflot transform 1 over s-a 你要反映出来就是说 它的inverse的lapflot transform 回到time domain的话呢 就是e power a t 好不好 这是双向的 知道吗 双向的 就是这个原理呢 我们怎么样 就不要 不需要去真正 在很多 很多问题里面 你不需要真正去 去做那个inverse lapflot transform 我们在这个课的第一堂 有提到那个inverse lapflot transform 有没有 我们那里有一个牵涉到要做一个 这个复数平面上面的一个这个 这个很很这个 就是垂直线上面的积分 你有没有 我跟你讲说 那个事实上 那是 就是 它的inverse lapflot transform 定义没有错 但是我们一般的题目 通常不直接去用那个定义 因为那个很麻烦 那个牵涉到 我们下学期要讲的那个complex number contour integral的这个 这个一些这个技巧 才有办法做那种东西 那但是呢 我们这个 在现阶段 至少我们工程的问题很多呢 我们是用间接的方式 去求这个inverse lapflot transform 就是说你的问题 先找出那些lapflot transform是什么 接着呢 你去match看看 这个lapflot transform里面呢 是可能会是哪些这个function呢 它的lapflot transform 你去match那个pattern 然后间接去找出它的inverse 这个我们 稍后再看一下一些example 就会比较清楚 好anyway 我们现在有这样子一个pair 好那这样子一个pair 你看哦 如果你现在只看它的这个 这个absolute value 就是它的绝对值 当t很大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说 是跟它的什么 跟它的这个十步 有关系啊 跟它的十步有关系 好 比如说这个e power at 我们这个 呃 好 e power at 这个e power at 如果说我把a把它拆成十步虚步 譬如说这个sigma 加上i omega t这样好 是不是 那它的绝对值 它绝对值 它绝对值 这个呢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它就是什么 e power sigma t呢 times e power i omega t 对 那我们知道说后面这个部分跟大小没有关系 跟绝对值没有关系 事实上就是e power sigma t 绝对值可以拿掉 因为这个一定是正的 不管这个sigma是正的负的 这个值一定是正的 所以绝对值可以拿掉 是吧 好 这个东西代表一个什么 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那depending on你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sigma的这个正负 或是0 它有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走向 是不是 这个 它可能是呢 是假设这个是 就是我们画这个e power sigma t 这个是t好了 如果说sigma呢 是小于0的时候是怎么样 从1这里开始 然后一直decay 对不对 一直decay 所以这个是for sigma小于0 如果sigma等于0 1的0次方 那是1 它是为止constant的1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sigma等于0的 ok 那如果说是sigma呢 这个大于0的时候 它是什么 一直在长大的一个 什么exponential function 是不是 随着这个t呢 在的变大而 指数的上升 是不是 所以 depending on你的这个sigma的正负号呢 你会有这个不同的这种 这个behavior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只有什么 sigma小于0的时候是怎么样 会decay的 会变小的 好吗 像sigma等于0 或sigma大于0 它都这个不会decay 甚至还会长大 长大我们就要发散 就是diverge掉 diverge掉 所以在控制理论里面呢 我们会讲说 如果说 这个 能够decay到0 能够decay到0 我们叫说这个系统 是稳定的系统 稳定的系统 比如说它 这个系统呢 你只要踢它一脚 它有一些 有一些反应出来 那这些反应呢 如果说 这个在有限的时间内 它可能就 渐渐就die out 渐渐就decay掉 这个系统就稳定了 好吧 但如果说 你踢它一脚 它不是变小 它是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的话 那就不稳定 unstable unstable unstable的system 好吧 好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 如果这个real power of a 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个sigma 如果它是一个负数的话 负的 比0要小的数字的话呢 这个function 基本上是什么 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它是会decay的 会变小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稳定的函数 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件事情 连结在一起 stability 稳定的话 if and only if pose 有没有 这个a是什么 是这个laproxenform 它的pose 对不对 它的pose的十步呢 要在 十步要小于0 换言之 这个pose就是在 在这个虚轴的左边 在虚轴的左边 好 好 我这里有画这个图 这是real的s 这个imagine的s 这个s plane 对不对 好 现在呢我们看到 至少对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要得到一个 这个稳定的e power at 你的这个laproxenform 这个pose 一定要做 一定要位于这个 这个 imagine part s 就是这个虚轴的左边来行 要在左半平面的某个地方 好吗 好 你在这个虚轴上 或者是在这个 右半平面都不行 它这个 这个function呢 好 这是time domain的样子 有沒有 e power at time domain 如果在左半平面它是 抖动几下呢 然后呢那个正弗越来越小 那可以小到呢 几乎是零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个 在虚轴上面的话 它就怎么样 一直抖一直抖 啊这个正弗是constant的 它不会小下来 它会一直维持呢 维持这样子的 这个运动 但是如果说是呢 在右半平面 它power如果在右半平面 也就是那个a 它的real part 是正数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 抖动的幅度 越来越大的一个 这个function 是不是 如果说是 for这个 这个real part 好 这个a 是 好 这个事实上就是sigma 对不对 这个大余的这种状况 是 你得到了一个结果呢 就变成像这样子一个东西 我是先把它这个anvil 挖出来 他是抖动抖动震荡震荡 这个震荡的幅度就越来越大 直到什么变成无限大 好 所以像这种都是unstable unstable 不稳定 不稳定 好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这个 这个结论 事实上这个结论 可以apply到其他的问题 好 不是只有这一题而已 好 如果说你的这个pose呢 是在这个左半平面的话呢 那if and only if 你这个system 或是说你这个function呢 是一个stable function 是一个stable function 好 所以可以把这个记起来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讲法 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什么 你的这个虚轴呢 是包含在ROC里面 好 所以跟这个是等价的啦 是吧 只有pose在左半平面 才有可能这个 这个虚轴呢 是被包含在这个ROC里面 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是同样的意思啦 同样的意思 好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 我们常常碰到的这个sin cos sin cos 的Laplace transform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好 sin cos 的这个Laplace transform呢 我们可以经由呢 上个例子的结果来做 怎么做呢 好 比如说 这个 我们把这个 这个 e power e power i b t 好 这也是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不过它的这个指数 它是一个纯虚数 好 好 那这样子呢 因为呢 好 这个e power i b t呢 Oiler formula 告诉我们它可以拆成呢 好 十步是cos b t 十步是sin b t 好 就是 可以写成cos b t plus i sin b t 嘛 是不是 好 等于是要做这个Laplace transform 但是我们前面讲说 Laplace transform 这个积分转换 它基本上是线性的转换 线性转换 线性转换 所以 这个两个term呢 这个加起来呢 跟它分别的Laplace transform 加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嘛 其实是一样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把它拆成两个部分来 分别做Laplace transform 好 但是呢 我们又回到这个左边 e power i b t 只不过是刚才的那个 形状嘛 这个形式 e power a t 只是在现在这个case 那个a就是i b 好 a就是i b 是不是 好啊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它呢 好 这个e power i b t 带进来这里 好 所以呢 好 这个现在的a就是i b 所以就变成什么 1 over a minus i b 好 所以 这个 整个这个complex的exponential function 你做的这个Laplace transform 结果就是这样 好 可是呢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怎么样 这基本上是一个complex的一个function 你可以把它拆解成呢 real part 跟这个imaginary part 是不是 你把它拆解成 好 这个 把它separate成这个 两个部分 那怎么做呢 你做那个分母的有理化 分母有理化会吧 我们把上下呢 怎么样都成个东西 我们这个现在呢 初步呢 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laplace transform of e power i b t呢 等于1 over 这个s minus i b 是不是 那你把它这个上下呢 怎么样 你都乘以这个分母的这个共二 所以这个是s minus i b times s plus i b 然后呢这个分子呢 也是s plus i b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分母现在这变成什么 s square 然后minus minus但是这个i的square又是一个负号 负负得正 所以plus b square s plus i b 好 好 这个是分母有理化嘛 是吧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 就 好 得到这个东西呢 然后把它写 写成实部跟虚部把它写开来 是不是 real part imaginary part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match一下刚才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la plus transforme power i bt 就是la plus transforme cos bt plus i la plus transforme sin bt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i 大家都有i 所以事实上这个就是b over 这sin bt 就是b over s square plus b square 好 所以分别虚部分别match一下 你就得到了我们要的结果 cos bt 它的la plus transforme是s over s plus 这个b square 那sin bt是b over s square plus b square 好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结果 因为cos 跟sin 其实 幾乎是一样的东西 除了说它的相位是差二分之π 差90度嘛 差90度 它事实上只差在这个分母 分母的这个地方 不 分母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分母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 差是差在这个分子 一个是s 一个是b 一个是ss 一个是b 这个 这个是让你可以想起以前 我们有一个la plus transforme的性质 就是微分定理 微分一次怎么样 会跑出一个s 有没有 这个f prime of t 它的la plus transforme 这个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f of s 因为微分一次前面乘个s 是不是 然后减掉f of zero minus 是不是这样 所以微分一次呢 会产生一个s的factor 这个很像那个东西 你看 这个cos微分的话呢 或者是sin微分的话呢 会产生一个cos的factor 出来 sin bt 微分的话会产生个b 乘上cos bt 对不对 所以这个跟这个事实上是个微分的关系 所以呢 也会怎么样 它会差一个s的factor 差一个s的factor 差一个s的factor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是有 有这样子一个 这个 背后有这样子一个 这个原因的存在 因为两者事实上是同样的function 只差了一个二分之拍的相位 还有它们之间是一个微分的关系 好 anyway 那回到这里来 这样子一个la plus transforme 不管是这个或这个 或者说回到源头 e part i bt 这个la plus transforme 它有没有一个收斂的一个 这个条件呢 当然要有啊 那这收斂的条件我们前面讲说 你就去看呢 看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paw好了 你去看它的这个paw 对不对 它的paw呢 如果说是在这个 这个复数平面上在哪个位置 你就以那个最右边的那个paw 怎么样 你画一条这个垂直线 过去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呢 这个东西它的这个paw在哪里 在i bt的地方 是不是 i bt的地方 所以在复数 在这个s plane 这个real s 这个是imaginary的s i bt 不管这个b是正的负的 不管它是正的负的 总是一定是在虚走某地方 譬如说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这个 这个 只要是虚轴 但是不包含虚轴的 整个右边 任何一个这个点 都是这个regional convergence 所以它的regional convergence 我这个如果用黄色的粉笔画出来 就是等于虚轴的右半平面 虚轴的右边 但是不包含虚轴 不包含虚轴 所以就是这个什么 real part real part of s 怎么样 大于零 严格的大于零 不能有等号 real part of s 都可以让这个la plus transform e power i bt 或者是cos bt 或是sin bt 呢 的la plus transform 收敛 就是 这个 这个 好 三角函数 这个cos sin 的la plus transform 是这样子 好吧 好 接下来呢 这个 要 要 来看的例子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又常常会碰到 就是呢 好 这个 如果我们看到的那个polynomial 的 polynomial 它的这个 譬如说这个t的n次方 假设我们的f of t 是一个t的 譬如说t平方好了 这是一个quadratic function 或者是我们一个一个 这个 这个f of t呢 譬如说这个t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向上爬的一个直线 向上爬的一个直线 假设我们不画这个小一点这个部分的话 这是在t走 时间走的 时间域的 那这个我们通常叫做ramp ramp的意思是斜坡嘛 斜坡 斜坡 那如果说f of t呢 是这个t square t square 那是一个什么 一个二次曲线 是抛物线 是这样子爬的 这样爬的 好 那这个事实上是在 就是说控制理论里面 控制理论里面一些 这个basic input basic input 所以呢 这个我们 也有那个需要 去知道说 像这些basic input 它的lap plus transform 是长什么样子 好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 为了要做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回到 先要到 看一下 另外一个叫做 叫做gamma function special function 这是一种特殊函数 好 那这个gamma function 事实上 就是用在 基率理论 那也可以用在这个 就是 这个lap plus transform 这个case 好 在这里呢 呃 我们暂时 先先 先不要讲那个 polynomial 好 这个lap plus transform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gamma function 是怎么样一个function 好 这个gamma function呢 它的基本定力 看起来有点复杂 它是一个 这样子一个积分 我用红色的这个 画的这个东西 gamma of x 就是要 define 成这个样子 所以 e power minus t 然后 times t 然后 power minus x minus 1 这样乘起来之后呢 对t呢 做积分 因为t是个积分变数 所以那个积完了之后 0 无限大数带进去呢 是怎么样 这个t就消失了 是剩下x 所以它变成一个function x的东西 好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我要先限制它的x的这个值 必须是一个正数 必须是一个正数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出来 好 这样子的一个 用一个integral define出来的一个function 这个叫做gamma function的东西 我们现在利用integration by parts 分布积分法 integration by parts 各位在微积分里面都学过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什么 把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把 先把这个t的x-1次放这个 先把它积分起来 先把它积分一次起来 然后再乘上那1power minus t 那这个是第一个term 对不对 第一个term 然后这个 这个low limit upper limit 就是0 0跟infinity 然后第二个term 第二个term 你就是这个 刚才这个已经积分起来 t的x-1次放已经积分起来 接下来你把这个 1power minus t 把它微分下去 把它微分下去 然后因为有chain rule 上面有个负号 对不对 有个负号呢 本来就有个负号 本来这个分布积分法 integration by parts 有个负号 负负得正 所以这个变成正的 变成正的 所以第二个term 是一个integral 是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integral 好吗 好 那这样子的 你这里看到 我们呢 好 这个integral 这个第一个term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 就是 譬如说这个 下限比较简单 下限 这个下限是0 0要带什么 带到t里面来 所以这个0的x次方 这个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那这里呢 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 刚才有限制 x大于0 x大于0 但是如果说 x呢 不是大于0 x是一个负的数字的话 负的是0的一个负的数字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undefined的东西 那undefined的东西的话 我们就不能这个 不能这个去计算它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这里要限制它呢 这个x要大于0 就是暂时要避掉这个问题 0带进去呢 当这个x是负的时候 不能让它失效 对不对 所以要限制x是一个正数 好 这个是0的 那这个infinity的呢 这个infinity的话 这个带到t里面 一个是什么 e power minus t 一个是t的x次方 诶 这哪一个长得比较 哪一个的这个 一个在长大 一个在变小 好 好 这哪一个的速度比较那个 好 我们现在带 好 t嘛 这个让它approaches 这infinity 所以呢 这变成 e power minus infinity times infinity的x次方 诶 好 这个是一个exponential function 这个exponential function 这个充其量就是一个 类似像一个polynomial 但是这个x不一定是整数就对了 好 好 这个是在 这个是在长大的 这个是在 decay的 对 好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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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这个速度比较快 这个decay的 exponential function decay的速度是比这个要快的 好 比这个要快 所以你infinity 带进去之后呢 好 这个 这个term 这个term呢 它是怎么样 它就变成0 好 它就变成0 所以不管 好 这个下限的0 或上限的infinity 带进去这个term 基本上它都是0 好 极限值都是0 好 那 所以现在就剩下这个第二个term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term 你看这个第二个term 跟这个 原来这个gamma function的 这个积分的这个定义 非常像 只差在哪里 只差在这个 这个一个 这是x-1 这是x 差一个减1而已 差一个减1 所以事实上这个 这个integral这个部分 整个呢就是一个什么 gamma of x呢 带这个x加1 进去 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gamma function of xx加1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得到一个recursive formula recursive formula 递回的式子 递回的关系 这是一个recursive 的一个formula 好 由这个gamma function的这个 这个integral的这个definition 这个红色的这个定义里面呢 我们发现呢 gamma function本身呢 是满足这样子一个 地毁的关系 这样子一个 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好吗 这个recursive formula呢 是good for x greater than zero 那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呢 就是gamma of x plus 1 equals x times gamma of x 对 就把它x乘过来而已 好啊 那利用这个红色的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 改写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呢 比较了 这个就是说 你可以去做什么事情 来我们先check一件事情 当x等于1的时候会怎么样 就是gamma of 1 gamma of 1呢 你这个x等于1 带进来 这个基本定义里面 那个x等于1 所以t的0次方 事实上就是1 所以只剩下1 power minus t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指数 函数 你可以做积分嘛 这个积分 然后上下线0 无限大带进去 对不对 带进去它就是什么 这个如果是infinity带进去 是变0 但是0带进来的1的0次方就是什么 就是1 这个1呢 你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1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呢 这是0的 这个惊叹号是什么 惊叹号叫factorio 阶层函数 factorio 这个是factorio 中文翻译叫阶层 对不对 阶层 是这样 它就用乘法来乘嘛 对应该是这样 好 那factorio 这是function 所以这个gamma of 1 这是x等于1的时候 它是什么 等于0factorio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不用再这个 再带这个基本定义 这个integral 你就怎样 直接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因为你现在x等于1的 已经知道了 你就可以去计算x加1的 也就是2的 这个gamma of 2 就是什么 根据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应该是1乘上gamma of 1 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我们算出来 它就 gamma of 1就是1嘛 1乘1还是1 这时候我们要写成1的factorio 好 再下来 gamma of 3 gamma of 3 根据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它应该是2乘上gamma of 2 所以是2乘1嘛 2乘1就是2 factorial 二阶层 然后 同理啊 gamma of 4 就是什么 三阶层 一直下去呢 最后呢 就是什么 gamma of n加1 那就是什么 n的factorio n的factorio 所以我们看到呢 当这个x是整数的时候 它事实上就是一个阶层函数 就是这个gamma function就reduce成一个factorio function 所以gamma function也称作叫做general general general factorial function 应该generalized generalized factorial function 这个是generalized general generalized的一个factorio function 这是一个一般化的一个 这个factorio function 好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 就是整数的状况 但是如果不是整数的话 不是整数的话 就是你就是要去做那个数值的积分 那这个计算机都可以算出来 那可以长这个样子 在x大于0的时候 这个gamma function 会是长这个样子 会是这样子 会是这样 好吧 但是这个gamma function 虽然我们刚开始去定义它的时候 好像呢 就只有限制的是x只能大于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for那个x小于0 小于等于0的这一些 我们可以呢 利用怎么样 这个有点怪 利用呢 正的这边 就是x大于0 这个正的这一边 来define负的那一边 define负的那一边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如果是这个0或者是负整数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0或者是负的整数 比如说0 负1 负2 负3等等 这种会发生什么状况 好我们 可以把刚才的这个gamma function的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再把它叫出来 不过这一次呢 我们不是 这次我们不是用这个form 我们用它原来的这个 用它原来这个 就是刚才这个红色的是什么 把这个加1的 把它x加1的表示成x的 那我们回到原来这个是什么 把x的表示成x加1的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像x增加的方向去做recursion 做递回 那这个呢 是等于什么 往x呢 负的方向去做recursion 所以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这个把它 这个 往负的方向的这个 把它 把它这个 叫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由x比较大的 一直往回推 可是你看 如果x呢 是 在0的附近 x在0的附近 你会发现 你带进去这个东西里面 因为x在0的附近 x加1就是什么 它在1的附近 在1的附近 γ of 1 我们刚才讲是 它是等于1 它是为了define的1 但是问题出在这个分母 这分母是在 它绝对只是在0的附近而已 在0 就是它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可能有正负号 Anyway 这个东西呢 这样子呢 就变成了 如果你x趋近于0的话 它的这个 这个值呢 就是什么 趋近于正负无限大 正负无限大 我们 这里有个图 你可以看到 x在正的这边 很小很小的值的时候 它变成正无限大 在负的那边 很小很小的值的时候 它变成负的无限大 负的无限大 同样你就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你一直往回推 你会发现说 所有的负的这边 只要是碰到整数的点的话 x是整数的点 它都在正负无限大之间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好吗 好 但是呢 除了这一些呢 会 这个 在这个负的整数呢 会产生这种singularity的现象之外 它会在正负无限大之间跳来跳去之外 你都可以怎么样 由正的这边呢 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呢 你可以把它算回到这个负的这边 比如说像这个什么 像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 比如说这个branch 好了 这个branch呢 介于什么 负一跟零之间 这个值你可以有这个什么 0到1之间的这个 正的这边的这个值 你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你可以把它算过来 你可以把它算过来 好吗 你可以 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带进去 然后把这个 正的这边呢 从0到 x等于0到1之间的 所有这个值 你把它利用这个recursive formula 你可以算算算 算到这个什么 -1到0的这边 同样 你就从这边 这个呢 你就可以算这个branch 有这个branch 你就可以算这个branch 好吧 所以一直往回推 终于呢 整个呢 所有的这个负的值 你都可以算出来 只是呢 碰到什么负整数的时候 它都会在正乎五圈 跳来跳去 好吗 那正的的话 x等于正的这个 就不会有这样跳来跳去的问题 就是一个这样子 你知道这个factorial function 是一个 增长非常快速的一个function 它这个增长的速度呢 比刚才那个指数函数 is polynomial function 还要快 所以这个 这个是 gammal function 好 那我们下一次再看看 这gammal function 跟我们呢 我们这个laplot transform of一个这个什么 polynomial function 的关系是什么 下次我们再继续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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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